今天我们来到全城社会福利基金会 春色社区长照机构 举办了一场健康老师 耶诞送剑步机的捐赠仪式 每次现场非常的热闹 不但有美丽动人的台湾小姐 为我们献上耶诞曲目 而且我们可爱的长辈姐姐们 也热情青春活力无敌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形吧 随着科技医疗的进步 民众越来越长寿 并且注重养生 为了让长辈能够健康 又幸福 健康老师董事长施泰生 2021年12月27号上午 特别带领六位台湾小姐 来到台中市南屯区 全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长照中心 除了捐款尾牙加菜金之外 赠送20台电动剑步机 中午还举办爱心餐会 跟长辈们一起享用美食 全城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聂玉美 特别颁发感谢状 肯定施泰生董事长的善心跟大爱 我会一战接一战 我的理念我很希望是 知道吗 政府因为预算不够 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长照分级别分等级 是没有办法完全让家里面 长期照顾的老人得到充分的照顾 甚至于连家的喘息时间都没有 所以才有长照1.0 2.0 我们真的希望整个社会 我抛砖于我做工艺 希望大家动起来 大家一起关心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像我是用器材 代替家人帮助他做附件 健康老师董事长施泰生感性地说 他出身三级贫护 小时候家徒四壁 经常被救济 现在从事电动剑步机 事业有成后 也想回馈社会 尽一份心力 尤其他母亲三年前 跌倒后 健康恶化 不幸过世 他才深深了解到 保命防跌的重要 施泰生董事长强调 健康老师电动剑步机 专门为长辈们设计 连下半身瘫痪的 月亮割后李佩金 也因此找到了帮助跟健康 刚刚有一位90几岁的姐姐 我的家姐姐 她也是膝盖 她一直跟我诉说她疼痛 一直诉说她肌肉走无力了 我的母亲恰巧就是 91岁那一年 三年前也是因为跌倒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以为说是定期看医生 就没想到一个月之内 跌倒知道对老人家多可怕吗 致死率高达70%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所以我研发了这台电动剑步机 我就是不要让我母亲的遗憾 发生在台湾的一些家人们 这么辛苦找不到方法 在这场捐赠颁奖仪式当中 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卫生局人员 以及市议员刘世周 张耀宗 何文海 南屯区长林秋万等地方人士 跟贵宾也都到场观礼 六位台湾小姐也为现场的长辈们 演出青春活力的歌舞秀 并且跟着师太生董事长 教导如何使用电动剑步机 全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长辈们 也献上精彩的歌舞表演 现场洋溢温暖欢乐的气氛 记者肖又金 李佳金 李芷怡 台中报导 李芙怡 李永敦 襯 李奈 李伊 李 李 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